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人体简史》。 听这个名字啊,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本讲人体演化的书啊, 会介绍我们的祖先是怎么在演化的道路上和其他动物分道扬镳的。 其实呢,这本《人体简史》的重点不是在演化上, 这本书的英文名直译过来的话,是《身体居住者指南》。 这本书之所以起了《人体简史》这样一个中文名字, 很可能是为了展现出系列感,因为这本书作者是比尔·布莱森, 他还有一本著名的畅销书,叫《万物简史》。 在德大App里也有电子书,还有解读过的听书版。 比尔·布莱森写《万物简史》还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这十几年啊,他可没有闲着。 这期间他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调查走访工作, 最终写出了这本《人体简史》。 在这本书里,布莱森会给我们讲人的身体中有哪些奇妙的组成部分, 介绍我们对身体的理解和探索,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所居住的这个身体。 比方说啊,我们很少意识到我们其实是和许多微生物共用这个身体的, 大部分时间呢都和平共处, 不过也偶尔会闹些矛盾。 再比方说,平均每天都会有几个细胞变成癌细胞, 但是这些癌细胞很快会被消灭, 身体在不知不觉间就搞定了这些小叛变。 像这样有趣的事实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 虽然从基因层面来看, 我们和其他哺乳动物的差别非常小, 但就是这些微小的差异, 让人类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特点? 演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 又拿走了什么? 我们有多了解自己的身体? 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 这些啊,都是比尔布莱森想要告诉我们的。 以前我们听过比尔布莱森的名字, 可能是因为那本畅销书《万物简史》, 它除了是科普畅销书的作者, 它除了科普畅销书的作者身份之外, 还是英国皇家科学学会院士, 并且曾经获得《大英帝国勋章》。 它虽然不是专业的研究者, 但是收集整理资料和讲故事的能力非常厉害。 在这本四百多页的书里, 它把人体的方方面面都梳理了一遍, 还按照身体的不同系统呢, 分别仔细讲解了一番。 这种讲解方式很详尽, 也让这本书一共有了二十三章, 每章都还是相对独立的主题。 我就为你重新归纳了一下整本书的线索, 将主要内容整理成了三个方面。 在第一个方面, 我们来聊一聊, 人和其他动物的身体结构有哪些区别? 是哪些重要的区别让人成为人的? 在第二个方面, 我们来看看身体还有哪些未解之谜? 还有哪些新发现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认知? 那在第三个方面呢, 让我们总结一下, 当我们在了解了自己的身体以后, 应该如何健康地生活? 好, 首先先来看看第一个方面, 人和其他动物在身体结构上都有哪些区别? 是哪些重要的区别让人成为人的? 我们和大部分动物的差别都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我们就先把鱼类、昆虫、鸟类, 还有两栖爬行动物等等放到一边,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哺乳动物上来, 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和猫、狗、猿猴在行为方式上有什么区别? 你可能会马上想到第一个答案, 就是人类是直立行走的。 没错, 这是个根本差别, 不仅所有有角的哺乳动物平时都是四角着地的, 即使是在大约250种灵长类动物当中, 也只有我们人类选择了长期两角着地这种奇怪的方式。 有些研究者就认为, 两足直立行走是人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其重要性绝不比我们的大脑低。 两角着地是个了不起的变化, 有许多理论来解释这件事情。 比方说, 直立可以让人腾出手来抱孩子, 或者是使用工具, 或者直立起来会更高, 事业会更好, 又或者两角直立可以让人学会投掷等等。 但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还不能确定。 无论如何, 我们知道, 人类大概在600万年前开始蹒跚行走起来, 在200万年前呢, 终于学会了长跑。 有了长跑的能力, 人类就开始了100多万年的狩猎生涯。 在人类开始直立行走的漫长过程当中, 身体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改变, 我们的脖子变得更长更直了, 连接到了头骨的中央, 而不是像猫狗猿猴那样连接到了头骨的后方。 那我们的脊椎呢, 也开始变得更加的柔软, 膝盖变大, 大腿骨变得更粗壮, 而且还向内倾斜。 大腿的结构改变, 让我们行走起来更平稳, 跑起来也更容易保持平衡, 而即使是我们的近亲领长类, 哪怕是经过训练, 也没有办法像人类一样行走, 它们的骨骼结构和我们不一样。 这就让它们使用两只脚行走的时候, 会摇摇晃晃, 行动缓慢。 要在地面上像人类那样行动, 黑猩猩使用的能量比人类多四倍。 两脚着地还意味着体重的重新分配, 背部疼痛和腰间盘突出是人类专属的问题, 原因就在于体重的重新分配。 不过呢, 也很显然, 背痛和腰间盘突出是值得的, 因为两脚着地换来的好处会更大一些。 在学会两脚行走和奔跑之后, 人类就能够狩猎大动物了, 也终于能吃上肉了。 大概是因为狩猎带来了能量更密集的肉类食物, 大脑得以充分发展。 人类在五十万年前终于学会了用石头制造工具, 开始把天然物品改造成人造物品, 还在大约三十万年前学会了用火, 可以把食物烤熟再吃。 在这个过程中, 人的手也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的拇指可以摸到其他的手指,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象拇指, 也就是说拇指和其他四个手指是相对的, 可以抓握。 猫猫狗狗没有对象的拇指, 但是大多数的灵长类动物都有, 只不过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的是, 我们的拇指里还有三块特别的小肌肉, 这是人类独有的。 这三块小肌肉协同工作, 让人类可以牢固又灵敏地抓握和操作工具。 虽然大多数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它们, 但是这三块小肌肉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核心。 除了手以外, 大脑的发育和学会用火, 也是两件影响人类身体结构的大事。 让我们先看看大脑啊。 大脑是一个饥饿的器官, 它只占我们体重的2%, 但是却消耗了我们20%的能量。 而对于新生儿来说呢, 因为大脑正在迅速发育, 大概会用去六成半的能量, 这也是为什么婴儿总是在睡觉。 但奇怪的是, 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么大的大脑的。 如果只是为了在地球上生存, 我们本来没有必要拥有创作音乐或者是探讨哲学的能力, 也没有必要能够理解微积分, 毕竟如果只是活着, 那我们只需要比猎物聪明一点点就足够了。 而大脑消耗了这么多能量, 占据了这么大空间, 甚至让我们的头骨变得和其他灵长类动物非常不同, 我们还长出了一大块额叶, 也就是我们在额头后方的一大块脑子, 专门用来处理复杂信息和产生理性的。 我们的祖先的脑子甚至比我们的还要大。 一万年前人类的大脑比现在的人类的大脑要大出一个网球的体积, 至于为什么大脑会缩小,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不过总之, 在人有了更大的大脑以后, 生活就变得更加美好了。 人类学会了用火来烹饪食物, 学会了吃熟食, 熟食的好处可太多了, 比如熟食更容易消化, 更容易咀嚼, 更不容易有病菌和寄生虫, 熟食的营养更容易吸收, 这也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因为其他灵长类动物光是咀嚼食物, 每天就要花掉七个小时, 而人类省下来的吃饭时间, 可以用来发展文化娱乐, 比方说围在篝火旁讲讲故事, 或者说在山洞里面画些画什么的。 人类文明的萌芽就这么产生了。 而熟食给人类带来的影响 也同样体现在身体结构上, 因为不需要再用力地咀嚼食物了, 人类的牙齿开始变小, 下颌向后退, 整个嘴里的空间也变小了。 对现代人来说, 这种变化最直观的影响就是经常让人痛不欲生的致齿。 那些牙齿本来是有生长空间的, 但是因为现代人嘴里的空间变小了, 让那些本该长出来的牙齿只能勉勉强强地挤出来, 把其他牙齿挤得乱七八糟, 还往往会引发一连串的发炎和疼痛。 因为脑袋变大, 下颌变小这一系列结构的改变, 还让人类的脸变得扁平了起来, 而不像其他灵长类动物那样突出。 但是总体来说, 人类的脑袋还是太大了一点。 脑袋太大的问题直接影响了人类的分娩过程, 因为两足行走, 人的骨盆就会有些狭窄, 平均来看, 产道要比婴儿的头的直径小两厘米多。 虽然婴儿的头骨能够稍微收缩一点, 但是依然很勉强。 这让婴儿的诞生变成了一项奇迹般的杂技活动。 婴儿要在铲刀中一边前进一边旋转, 还要旋转九十度才能生出来, 同时伴随着母亲几个小时的大汗淋漓, 痛苦嘶吼和精疲力竭。 在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之前, 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动物在分娩时的死亡率, 比人类更高了。 甚至直到现在, 也没有任何其他动物在生育的时候需要承受那么大的痛苦。 比方说, 我们的近亲灵长类, 分娩往往只需要几分钟, 整个过程呢, 也顺滑的像是打开水龙头放水一样。 你看, 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分娩过程是不是非常的不同? 这也还没完呢, 不只是分娩, 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发育过程也非常不同。 现在有一些研究证实, 虽然人类的身体在十几岁就成熟了, 但是大脑要到二十五岁左右才能够完全成熟。 和那些生下来就几乎发育完全的动物相比, 人类还真是很不一样。 这也不得不说是人体结构变化导致的负面影响。 总之, 演化给了我们与众不同的身体结构, 也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背部疼痛, 腰椎间盘突出, 痛苦的分娩过程和漫长的生长期, 这些都是我们身体结构所带来的特有问题。 好, 我们说完了人体结构的不同之处, 接下来看看第二个方面, 我们身体还有哪些未解之谜, 以及还有哪些新发现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认知? 我们以为自己很了解自己的身体, 但其实并非如此。 我们对身体的无知, 有的时候甚至让我们自己都觉得难以理解。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给人更换心脏这样的重要器官了, 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人为什么会打哈欠, 不知道为什么人会有指纹, 不知道嗅觉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就连偏头痛这种常见的折磨人的疼痛, 我们也往往找不到原因。 越是想要了解我们自己, 就越会发现更多问题。 比方说, 我们早就知道舌头上有味觉的受体, 它用来尝出味道, 可是后来我们还发现了, 在肠道和喉咙里面也有味觉受体, 显然它们不是用来尝味道的。 最近我们更是发现, 心脏, 肺部, 甚至膏丸里面也有味觉受体, 但是没有人知道它们在那干嘛。 有趣的是, 这些奇怪的味觉受体, 还能够向一线发送信号, 来调节胰岛素的输出。 除了这些, 在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上, 我们的无知也会让自己吃惊。 虽然我们都知道, 长期不睡觉会死, 但是不知道睡眠到底有什么用, 只能说, 它大概是一种对身体的保养和修复吧。 我们不知道睡多长时间最有意健康和幸福, 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容易入睡, 而有的人却容易失眠。 更不知道为什么会做梦, 甚至关于我们的繁衍, 我们也没有搞清楚。 我们知道, 男性一次射精, 平均能射出七千五百万颗精子, 但是并不知道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多精子。 我们也知道, 女性的巨大生殖潜力, 一个刚刚二十周大的胎儿, 体内就已经有六百万颗卵子了, 到她出生的时候, 这个数字会下降到一百万颗。 等女性进入生育年龄, 将会有十八万颗准备就绪的卵子。 诶, 那为什么她一路走来会损失掉那么多颗卵子, 而在进入生育年龄的时候, 还拥有远远超过需要的卵子呢? 这同样属于未知的生命之谜。 再来看, 我们也同样不知道是什么触发了分娩。 我们会想象, 也许有一个像是计时器的东西, 等婴儿成熟了之后, 它就会发出信号, 告诉身体, 可以把婴儿生出来了。 但是这套机制在哪儿? 它是怎么运作的? 没有人说得清楚。 至于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衰老, 更是一个难题。 从表面上看, 衰老就是慢慢失去活力和弹性, 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下降。 但是到底为什么会衰老呢? 三百多种不同的假说。 总结一下的话, 大致上有三类观点。 有人认为衰老是因为基因突变, 有人觉得衰老是因为身体逐渐消耗, 还有人觉得是细胞积累了有毒的复产物导致的衰老。 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 没有人知道。 也许这三种因素共同发挥了作用, 也有可能其中任意两者是剩下的第三个因素的副作用。 总之啊, 我们的身体是一大堆谜团, 往往当我们以为解开了一个谜的时候, 又发现了十个新谜题。 我们还没有办法理解自己的大脑, 不知道记忆和知觉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没有办法制造出人工血液, 哪怕血液看起来很简单。 我们知道自己的肝在切掉一半之后还能长回来, 但是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一点头绪都没有。 我们对人类的免疫系统已经有了不少理解,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过敏。 对于一些疾病, 我们甚至没法理解它。 比方说亨廷顿舞蹈病, 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 会让人在中年发病, 在受到十几年的折磨之后痛苦不堪地死去。 我们知道它是因为基因上的一个突变, 这个基因会产生一种叫做亨廷顿的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是人体中最大最复杂的那一类, 但是它到底有什么用还是个谜。 随着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探索, 谜题总会有解开的那一天, 而这些解决的谜题往往会颠覆我们过去的认知。 比方说我们和微生物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我们的身体除了容纳我们自己之外, 还是数万万亿微小生物的家园。 过去我们不怎么了解身体内外的微生物, 研究的也往往是那些会导致疾病的病菌和病毒, 但是致病微生物的种类其实并不多。 我们的身体内外可能有四万种微生物, 光是胃肠道里就有三万六千种左右, 嘴里呢还有一千多种, 鼻孔里也有将近一千种。 随着研究的进展,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加, 而且每个人的微生物种类都不完全一样。 年龄, 居住地, 甚至身材是消瘦还是肥胖, 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微生物组合。 每个人携带的微生物总重量大概和大脑相似, 数量则大概有三十万亿到五十万亿个, 和我们身体细胞的总数差不多啊。 有人甚至开始将微生物菌群形容为我们的一种器官了。 这些微小的生命为我们带来了不少好处, 微生物帮我们分解我们无法直接利用的食物, 提供了大约一成的卡路里, 还顺便提取了有益的营养物质, 比如说维生素B2, B12和叶酸。 我们体内能够生成二十种消化酶, 但是细菌所产生的酶, 数量是我们的五百倍到一千倍。 我们的体内啊, 如果没有各种微生物的话, 我们获得的营养将会大大减少。 虽然我们没有意识到, 但是身体早就为微生物做好了准备了, 这项工作是从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开始进行的。 我们大概可以认为, 婴儿离开子宫的时候是无菌的, 但是当通过产道会接触到母亲身体中的微生物, 这些微生物会成为婴儿体内的第一批居民。 而剖腹产的婴儿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 这可能就会对新生儿的健康带来深远影响。 有不少研究都表明, 剖腹产出生的人患阴形糖尿病, 哮喘, 腹腔疾病, 甚至是肥胖症的风险都会大大增加, 就连过敏的风险也提高了八倍。 婴儿是否获得母亲的微生物, 为什么会带来这样长期的差异, 我们还不知道。 不过我们知道的是, 母亲已经做好准备, 不仅要抚育婴儿, 还要照顾好婴儿体内的微生物。 母亲的乳汁中有两百多种婴儿无法消化的糖类物质, 这些完全是为了给婴儿肠道里的微生物准备的。 这些微生物生活得开心, 婴儿的身体才会好。 所以你看, 虽然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多的未解谜团, 但是我们的身体是很清楚该如何照顾好自己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第三个方面, 我们应该如何健康的生活。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 因为药物和医疗技术的进步, 今天的我们可能生活在最好的时代。 在过去的八十年里, 男性的预期寿命从四十八点一岁增长到今天的七十点五岁, 女性从五十二点九岁提高到了七十五点六岁。 现在啊, 全球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八十岁, 位居榜首的是中国香港地区的八十四点三岁。 今天人们死亡的前三大原因是心脏病、 癌症和呼吸道疾病。 2011年, 人类跨过了一道特别的分界线。 从这一年开始, 全球死于心力衰竭、 中风和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的人数, 首次超过了所有传染性疾病致死人数的总和。 换句话说, 现在的人们大体上是死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会怎么死, 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在做选择。 我们可以说, 良好的生活方式可以让人活到八十岁, 但是啊, 如果想要活得更长一些, 就得看基因了, 毕竟即使在今天, 活到一百岁依然还是少见的事情。 我们所说的生活方式可以归纳成饮食、 睡眠和运动三个方面。 而在现代生活当中, 这三个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 简单地说啊, 我们的身体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化才变成今天这样的, 不过它适应的是石器时代的生活, 而不是最近几十年才兴起的信息时代的生活。 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做好准备来迎接今天这种食物充足的时代, 我们今天的饮食大大的丰富, 糖、 盐和脂肪随处可见。 那在食物匮乏的时代, 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啊, 它们意味着大量的能量和身体必须的钠元素, 但是吃多了, 就会带来坠肉和高血压, 甚至损害肝脏和肾脏。 但是我们呢, 往往是难以拒绝这些食物的诱惑的, 因为食物匮乏被深深地烙印在了我们的基因里。 而另一个不幸的事实是, 我们也不知道人到底该吃什么, 吃多少东西才对身体最好。 人的一辈子啊, 大概要吃六十吨食物, 而现代人往往吃得太油腻, 太咸, 还有太甜, 种类又太少, 这就让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 一方面我们吃得很饱, 另一方面摄入的营养又远远不够。 以前的膳食指南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搭配日常食谱, 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又发现, 这些指南也未必靠谱了。 现在我们能够确定的, 只是应该尽量地把多种食物混搭着吃, 不要吃太饱, 同时少盐少糖。 这种吃法未必美味, 但是总比偏食要更健康一些, 毕竟心脏病和饮食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而一大半的癌症和吸烟, 饮酒过度, 饮食过量都有关系。 好, 说完了饮食, 再来看第二个重要的因素, 睡眠。 我们每天大概要睡七到九个小时, 但是这是因人而异的啊, 今天的睡眠也变得和过去不一样了, 几乎所有的权威人士都同意, 在各个年龄段, 我们都比过去睡得少了。 一份研究指出, 人们工作日的平均睡眠时间, 已经从五十年前的八个半小时, 降到了现在的不足七个小时。 睡眠不足除了会让人精力不济, 可能会引发事故之外, 还会导致身体垮掉。 我们大脑中啊, 有时会有一种叫做 β淀粉样蛋白的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和阿尔兹海默症, 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症有关。 而缺乏睡眠的人, 比正常睡眠的人体内的β淀粉样蛋白含量更高。 这并不是说睡眠不足就会导致阿尔兹海默症啊, 但是有可能呢是一个促成因素, 睡眠不足啊, 甚至还会加快人体机能的衰退。 最后一个生活方式的重要方面, 是运动。 许多研究都表明, 运动能够带来很大的好处, 哪怕是经常散散步, 就可以把心脏病发作, 或者是中风的风险降低三成。 一个大规模研究显示, 如果四十岁之后每天只活动十一分钟, 就能够延长一点八年的预期寿命, 而如果每天活动一个小时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可以将预期寿命提高四点二年。 运动除了强化骨骼之外, 还能够增强免疫系统, 培育激素, 减少患糖尿病, 还有一些癌症的风险, 改善情绪, 甚至是延缓衰老。 身体的每一种器官或者是系统, 都会从锻炼中获益, 毕竟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 我们都是奔跑着的猎人啊。 现代狩猎采集部落里的人, 每天平均行走和小跑三十公里左右, 我们的祖先应该也和他们差不多。 当然, 这并不是说现在的我们也要每天跑上三十公里, 任何运动都有益健康, 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数量要求。 但可以说, 现代人的运动量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大约两成的人, 能够经常性地完成中等水平的活动量, 大部分人几乎是完全不运动。 大多数现代人的日常状态呢, 就是坐着, 平均每天坐六个小时, 或者是更长时间, 这会导致男性的死亡率增加两成, 而对女性而言, 死亡率几乎是增加了两倍。 经常坐着的人, 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概率都是其他人的两倍, 患心血管疾病的概率是其他人的2.5倍。 而更让人担忧的是, 坐几个小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就会抵消积极活动一整天所带来的一切益处。 所以啊, 跑步一个小时, 然后心安理得地坐着看一晚上电视, 也并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很多问题, 归根结底,原因在于我们的身体其实并不适合今天的时代。 为了让身体发挥出更好的性能, 为了更健康地活得更久, 我们需要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像这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所说的, 选择生活方式就是选择死亡方式。 好,以上就是这本人体简史的主要内容, 让我们再大致回顾一下。 首先, 我们谈到了人和其他动物的身体结构有哪些区别, 是哪些重要的区别让人成为人了? 身体结构的不同, 其因是人类学会了直立行走, 这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 影响到了我们的骨盆, 大腿的骨骼肌肉, 以及脖子和头骨。 直立行走促进了大脑和手的变化, 又影响到了我们摄取食物的方式。 这一系列变化最终让我们成了这个世界上适应性最强的动物, 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从背部疼痛到智齿, 再到痛苦的分娩过程和漫长的生长期。 接下来我们谈了身体的未解之谜和颠覆我们传统认知的新发现。 我们现在对身体的许多细节都不了解, 无论是睡眠, 繁衍, 还是衰老, 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谜题。 而且新发现告诉我们, 身体并不只是容纳了我们的容器, 还是一个和诸多微生物共存的世界。 身体内外的大量微生物比我们想的还要重要, 我们的身体早已习惯了和它们共生。 最后我们聊了一下怎样的生活方式才算是健康的。 现在人类能够活多久, 生活质量如何, 更多的是取决于我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大概可以分为饮食、睡眠和运动三个方面, 但是大多数人在这三方面都做得不够好。 比如说, 吃了太多的油、糖和盐, 但却又营养不良, 睡得更少了, 不仅精力不济, 还会促使身体衰老, 经常久坐不运动, 这让我们更容易患上心脏病和糖尿病。 我们的身体是为了适应狩猎采集生活而演化成现在这样的, 它还没有适应今天的信息时代的生活。 如果要让它好好工作, 我们就应该更好地对待它才行。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感谢观看